我叫楊子傑 我現在的工作有教非洲讀跟寫作世界文案 今天是因為下禮拜要做反合電影遊行的事前準備 所以就把我妹妹之前在咖啡店留下來的材料帶來這邊幫忙 這非常早就是我在高中熱音社的時候 然後我記得2004還2003 反正是我第一次去海洋音樂祭的時候 就有聽到樂團的人在講這個事情 長期關注核四議題的環保團體也批評 在東北角美麗的風景區舉行搏擊海洋音樂祭 旁邊就可以看到核四場 這種景象讓人啼笑皆非 那時候主要講的是說 因為核四的關係所以這個沙灘 它會受到影響的越來越變越小 那其實因為以前大概高中都每年都會去浮龍 然後就會發現的確海洋環境是 長期完全是受到影響的變化 會通過世上的照片 主要是同事 優勝三 中諭 鼓勵我們在家 朝一當中二場 兩場內音樂祭 我可是自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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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可是自求 我..我..我可是自求 我講到一個點是說想要做一個遊行 那這個遊行就是去邀請自己的朋友參加的時候 是讓大家會想要來 就是可能即便他支持議題 大家可能會覺得遊行跟我就是距離遙遠 比較覺得是很政治的活動 或者很憤怒的 那我們希望可以在邀扁的時候 不會讓你們覺得太奇怪 那時候就是有選擇找樂團 那這個跟我們自己喜歡的音樂有關係吧 因為聽團的人多 然後也喜歡電影的人多 所以就會很自然的就選擇這兩個方式 那假如那時候很多人都是在練雜耍的 可能就用了馬戲團小丑也不一定 但是我們剛好不是 所以就不是用那個方式 不然其實變魔術也很帥 我會覺得 除了我們電影卡車的部分以外 其他部分並沒有就是有什麼問題啊 就是說如果這個人他並不喜歡這樣的方式或音樂的時候 他可以去前面的宣傳車跟別的車隊聽台上的演講 我相信會有非常多的演講 今天大家無分男女老幼 分階級長派 那我之前在參加別的街頭抗爭的時候 常常會覺得就是 台上也許講了很多話 可是台下很多人還是在自己聊天講自己的就是 到現在這裡好像一個在逛夜市在逛園遊會什麼的東西這樣 人來的時候他會帶著一些印象 某些關鍵字某些口號 帶他回去是存有這些概念 那真的會有東西 沒有人在現場會真的看完幾千字的內容 然後被說服或什麼 其實這個活動我覺得是展現 所有的遊行demonstration 都是有一個就是要去示範 要去展現的那個功能嘛 所以如果說在活動當中可以展示有不同的參與 然後不同的人群社群 然後一起他們的立場是一樣的 那我覺得越多元的呈現在活動當中 應該是越好的事情才對 好險 好險 Woo 我很重視的是 參與者來到遊行現場的時候 他最後帶回去得到的東西是什麼 在參與過程中 他可以 就是這四個人對他的生命來說 是什麼樣的不同的經驗 那我覺得 除了已經有的就是一些激情的口號跟演講以外 有沒有其他的東西是可以去打造不一樣的人 那他的共鳴可能他會覺得 這次的經驗是很好的東西 其實我相信在集體當中 就是社會運動過程當中 是一個會看到集體跟看到彼此的那件事情 那透過遊行 你去看到原來 喔原來他也會這個跟我有一樣的想法 原來這個家庭 原來那些行客 那些聽見音的人或什麼的 那當這個東西他一起被病成在一個 隊伍當中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經驗會讓更多 就是真的在推動好像 什麼社會往一個更好的方向之類的 但其實我也許不要講那麼深遠的意思 寒的話 重點就是被看見 非常之久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